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在刚刚进入夏季之后呢 可以用上这个二枚林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给这个盆土做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 这样呢可以避免多肉后期容易出现 根腹、近腹、黑腹的现象 但是呢除了要用上二枚林做好杀菌工作之外呢 我们在夏季的浇水也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夏季的浇水工作做不好 那么多肉了月下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夏季浇水的话呢 大家主要注意好这四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浇水的话呢 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这一个时间段 因为我们中午啊给多肉浇水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 很容易把这个多肉给闷烂 然后呢很容易造成这个跟进腹烂的现象 浇水的话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傍晚的时候浇水 因为多肉呢它在晚上温度降低之后呢 它的叶片气孔啊才会打开 它才能够吸收到这个水分 第二点浇水的话就一定要避开阴雨天气 在阴雨天气呢千万不要浇水 因为如果你一旦浇水的话呢 盆土啊长湿难干就很容易造成闷根烂根的情况出现 这样的话呢很容易滋生一些病虫害 实际上浇水呢一定就要在晴朗的天气 然后在傍晚的浇水 第三点就是如果我们在给多肉浇水的时候 不小心的把这个水呢浇到这个夜心里面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擦干 因为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夜心里面雪它一直无法蒸发出去 因为等到中午啊这个强光暴晒呢就会很容易导致这个夜心腐烂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在夏季一定不要完全的给多肉断水 多肉在夏季呢虽然会进入休眠期 但是呢高温的时候如果我们完全的断水的话 在这种高温极度缺水情况下多肉呢也是很难越下的 我们在夏季的话呢浇水 大家要注意等到盆土已经完全的干透了 我们呢可以给它用这种尖水壶这样优边给它浇一圈 保证这个毛细根能够吸收到一部分水分 多肉不会干枯而死就可以了 所以夏季多肉浇水的话主要有四个关键要点 我们学会了做好了 多肉呢月下就轻松了 当然在这期间呢我们还要注意避免强光紫色 要给它适当的遮阴 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了这里 我们下期见